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组织经过内政部他们讨论以后 不得不同意他们的申请 他们在国籍宣示会主要宣示台湾人的国籍 这是跟中华民国籍是有人提示的 我们来听听刘崇宜教授 他如何来跟我们解释这一段 你认为你这次有跟内政部李宏盛 有申请成立这个裁判组织 这是一个政治组织 听说李宏盛是OK吗 是是 那这样OK会不会基础建立在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基础上 他才会同意你们 因为显然你非常申请台湾国局宣示 跟中华民国国局是相抵触 你认为他怎么会同意你 OK 现在我们因为 在李宗盛和南水平的时代 有让台湾某种程度的民主法和自由法 尤其是言论自由这方面 尤其是言论自由这事来坦白说 这些不是台湾人 我用台湾民主运动2.0 我用这个名字叫恰呐人 恰呐人就是 基本上就是那些外星人 有今天邀哥没有生人 他是中国人的 那叫恰呐人 因为我们人会 这随时台湾教育学院里面 有这出名的教育 大家都认定 中国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比较合作中国人 所以你不可以求 就是我们在说的这些高级外星人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 虽然他们说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所以他们不能说他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不想说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不是台湾人 因为他基本上 认为他说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也不想说他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只要说他是台湾人 台湾人没有武俗的意思 因为他人当中国中国的英国 或者是台湾人 台湾人和娜威打起来都要和这个台湾人 我们是用这样来做这个名所 孙中山都自称他是那暗杀团团长 没关系 但是我们基本上 他们很骇到 我们是不一定会把他武俗 我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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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我攻击你的弱点 攻击你不对的地方 攻击你这种厚别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说回到这个 到底我们是不是台湾来 想想因为他是怎样的同意 就是因为有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 我刚才这样说 恰哪人也同意 是怎样他们才同意 因为有言论自由 他们就能欧北揽用言论自由 给我们骗上 你看看他的 尤其在丹水扁的时代 根本造调言 欧北说 够我说 台湾 全部的人都要调到乱利 这种 说一些对80万 讓整個民進黨 讓阿扁的頂利盜購、盜購、盜購、阿扁 他們是用這樣來奪取政權 所以基本上他們也同意言論自由 所以言論自由比這裡台灣人差不多經過15、20年 台灣人有鄉下的言論自由 所以現在他們想把你拿回來已經有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說台灣國際選事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言論自由 就是說我可以說幾乎人和我說話 我就說我們台灣人 雖然說在這個貼責之下 我被迫拿到他中華民國的國籍 但是我們選事要有台灣國籍 這點他沒辦法幫你調整 所以他不斷不促 所以他有想要我們動 但是最好他有很多理由 就是說我們違反 我們違法行為 但是最好就是大家真的辯論下去 他知道他輸 你們有辯論過嗎 有有有有 我們就是那個開會 有公聽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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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在跟李鋒妍記憶的時候 他把他們那邊的人都找出來 他們那邊的辦事 去真實開會 對就算建設的開會 你那個地方跟他辯論 所以他做 他們知道他們沒辦法 我跟你講我是游離走天下 這個東西他沒辦法 所以我們用這樣 這個跟提示內提示外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這個東西是民講的 這是言論自由的範圍可以講的 你有一本書 台灣民族有2.0 這2.0發行以後 給台灣帶來一個 新的一種前瞻式的看法 那你現在又成立這個 我們上面看到 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你既然是要宣示國籍委員會 那這個國籍當然是台灣國 台灣國籍 為什麼要跟中華民國 政府還要去登記 你的大戰略是怎麼想 OK 如果你有看到我那本書 我就想 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過去都覺得 如果我們是要推翻這個政權 如果認定它是怎樣的政權 我們就不應該參與 它的政權裡面 譬如說選舉等等 都有這種的看法 我認為那種的看法 實在是不對 基本上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 今天這個生活是控制 他這個中華民國制下 就是說官專理的官法制下 你如果把你開紅杆 你如果不把他立他的紅杆 你會受到立即的懲罰 對這麼多人來說 我們敢願意 接受這種立即的懲罰 對於有一種情形 是像電南洋先生 他就不想給他 就是說你如果要給他 你就只能撩我的死體 那是 對於歷史上來說 那是一種影響人物 那就是要做人這麼壯 影響人物 比較有的人做到那些大的決心 但是一般的人 比較困難做到這樣 所以某種程度 我們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除了影響以外 影響對歷史來說 一定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一般的人 只能做一般的工作 一般的工作就是說 凝聚力量 大家凝聚力量 大家凝聚力量 就是我們保定你的負責 但是你 我們沒辦法 隨意把你破壞你的負責 或是 沒有遵守你的負責 我們僵持人的遵守 但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推翻你的負責 比如說 一個很簡單的 他屬實上 他規定 他的職位有行法 還規定 你就要向他申請 我們現在大概 已經有辦法做到 我們就是沒有要向你申請 這就是一種 我們認為 我們的力量 大家覺得 決心有夠的 我們要幫你打過 沒有要診施 你的法律 我們就是沒有要診施 這大概是 一步一步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你現在說到 國際選事 國際選事這個什麼 國際選事這個什麼 我們跟其他 你剛才有在說到說 其他也有人團體在做 什麼新聞證 ID ID這種 在我們看法 我們這個 台灣國籍選事 先是 我們要有台灣國籍 我們要有台灣國籍 並不是說 我現在給你 發一個台灣國籍 政給你 不是這樣 是說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我們要有台灣的國籍 所以 跟這個新聞證的意義 實在是不一樣 那我剛才看到你 有仔細的解釋一下 所以民進黨 他們現在就這樣 你的圖像就往左邊移 你認為民進黨 現在真的是 已經離開台灣 獨立主體的意思了嗎 還是說 他的民族自覺 他們有提過 說台灣現在獨立 但名稱又重新過 但是你的泡泡人 是把他往左邊移 我想這樣 就是說 他們 他們主要的理論基礎 就是 所謂台灣前途 決議文 在那個地方他們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現在的名字 是中華民國 我們跟中國是無關 富不歷史 在那點 就那點 我們來講 他在說台灣獨立是沒有不對 OK 所以他們是有台灣獨立的心 我認定他們是有 但是他們出錯錯誤 你說 做運動 不可以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面 你說 你的理論基礎 不可以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面 他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在全世界 你任何比較有理性的人 都認定他就是中國 你不可以跟人家搖 就算你 你現在是搖 其實他這個搖 是有 有 有動機的 他就是因為中國 一直說 給你台灣要說 我又要跟你搖 就是把你搖 對不對 這些人怕 基本上他們是怕 所以去製造出一個 我已經獨立了 所以你不可以跟我搖 我不需要宣布獨立 我不需要宣布獨立 我已經獨立了 你不可以跟我搖 這有一點 我就覺得 沒有一個民族的 那個自尊 跟那個驕傲 沒有一個民族的自尊 那個民眾 你要站起來是很困難 你不可以叫大家 人家都這樣 路財 叫大家都是 都做 都是這樣 那樣的民族 不可能站起來 這個就是中華租圈來的 租一群 最後 最後我一定請教你 注意你知道 新主有一個普爪雷達 這雷達是美國 國內的雷達系統 現在是台灣人民出錢 對 現在美軍三軍 三班在管制 這是美軍的一個雷達戰 是 就是說 美國的軍事單位 現在台灣還是在造一場活動 嗯 那我們 聽說以前買一些飛彈 是現在放到關島 對 沒有錯 美國不讓你先過來 你要用我再給你送過來 沒有錯 你對於美國軍事政權在台灣 目前還是有影響力 你做這個台灣國的未來的這種意見者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想這樣 就是說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當時是很清楚 是建立 為這個圍堵中國 開始嘛 就是說它是為了要圍堵中國 它才會去升任一個什麼中華民國 甚至是認為它是代表中國 是 到1979年比較專利的嘛 沒有 現在你知道這個美商俱樂部 對 美商俱樂部它還是寫 American Club in China 它還是用這個方式 好 怎麼說 還沒改了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美國跟台灣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它有一種 我們這樣說過 過去有所謂的中美環議條約 它對台灣 一直有保護台灣 第一島鏈 因為第一島鏈 對日本 對韓國重要 尤其是對日本 日本跟美國的關係 很明顯 所以它不能讓台灣 讓中國拿去 因為這樣 所以 現在另外換了一個角度 就是說 台灣長期益 也是依賴美國的保護 這是長期益的 我們的補科委員 它本來就是這樣 它是靠美國在保護 它不只能成功 所以 在這裡有很多 關於美國 比如說雷達 雷達 雷達 information 的 sharing 在陽明山上面 秦天工 很多雷達 都在收集中國的主心 那些資深 都會 share 給美國 美國有些新的武器 李教育 台灣關係法 會不會武器給台灣 不會武器給台灣 你剛才說的 真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知道 這些台灣的經濟 在變 這些人 已經有 割中國 的很清楚 的傾向 為什麼割中國 就是說 因為台灣人 這麼大大 無關 他的糟糕 你說林毅士 你說這些什麼 這些白菜魚 或是王金平 這些雖然是糟糕 但是他們很清楚 這些收集的 請拿人 可以在這裡 吞打台灣 他們的利益 的來源 是靠他們 把他們倒下手 所以既然 你們是少數 我們是多數 他們的開口 就越來越大 相信 在這邊 這些所謂台派 這些社會精英 他們也充滿 有很多經濟利益 他們做立法委員 有很好的薪水 這個 他的政管 因為少數掙錢 要維持 他是一個沒有母國 他沒有母國 他沒有母國的 一些流亡的一群人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依賴 你本土的一些勢力 來幫他 搗奪 大部分的台灣人 但是這樣的情況 不能持久 因為這些 不管是當他的走狗的 還是在反對他的 兩邊的力量 都是比他大 所以他必須要去親共 他親共的目的 就是要找中間的力量 來抑制 這兩邊的台灣人 他一定要這麼走 他如果這麼走 中國也不是傻瓜 中間跟他們 國共合作搞那麼久 每一次都把他們吃掉 他們不是傻瓜 他知道你是要靠我來 壓制台灣人 然後從中取利 所以我當然對你的話 我還是用毛澤東 很平常的一個策略 就是既聯合又多爭 就是對你這一小群的人 我一邊聯合 聯合聯戰這一邊 聯合那一些退伍的 退伍的什麼將領 然後打你另外這些 真正的掌權者 因為真正掌權者 他不願意馬上放掉 因為他馬上放掉 他一切就沒有了 他想要在那裡賴皮 要在那裡拖時間 在那裡繼續壓招我們 所以他用既聯合又鬥爭 他就能夠把你逼得你 不得 你的勢力弱了 你就越來越 不得不聽他的話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在這裡面 很多的這一些 要去跟中國 因為認為中國會贏 在這一兩個 一大一小的鬥爭裡面 中國會贏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是變成 已經開始到中國去邀功 所以很多台灣的情報 種種 通通會跑到中國去 所以美國在這樣的話 先進的武器 如果到台灣 其實我在2006年 我那個時候 在我們的財政法法人 有派我到美國去 我相信我見到的是一個 CIA的外圍組織 我相信見到的是 CIA的外圍組織 那他就跟我講得很清楚 他說 叫我回來跟陳水扁報告 我說我不是公務員 我不是公務員 我也沒有辦法見到陳水扁 但是他就不管 他說你就是要去跟陳水扁報告 他說 在如果台灣不好好的做好保密工作 這樣子一旦台灣有事情的時候 我們美國不敢派 不敢介入台灣的衝突 因為派兵器 因為 這個很清楚 就是說 他說 今天我們給台灣一個 咔 先進的東西 比如說技術 他說明天 北京馬上就知道了 他說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防止 就是說 那個時候是阿扁子日 你如果不阻止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先進的東西 好 台灣如果有事情的時候 他說 我如果要派兵器給你救 我也得先讓你知道 我如果先讓你知道 北京就知道 那我不得派兵器上戲 所以他就跟我講得很清楚 他叫我回來 一定要跟陳水扁報告這個事 我是沒有 可是因為陳水扁跟我是好朋友 所以我是有跟陳水扁講 OK 那陳水扁大概是有 有轉達這個意思 可是他也無能為力 整個這個中華民國不是控制 雖然阿扁是總統 不是控制在他的手裡 所以現在你看 內附地方建那麼大 熱山那個雷達 複雜雷達 也是一幫美軍 對 美國政府事實上也有 開始佈局了 那關於這一點 你既然跟中華民國提示內 申請一個會的一個組織 那你有沒有跟AIT那邊 表達你那邊的立場 跟他們跟AIT開始接觸 我們目前是沒有 我們目前比較專注於要做 這樣子啦 我想我們台灣人 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是分工得很清楚 就是海外的部分 關於對美國的這個Lavi 應該由海外的台灣人 還有一些已經過去已經回到台灣 但是過去跟美國的那個議員 比如說像蔡同榮 已經過世了 像蔡同榮 陳彈珊 他們這些人在做 我們比較是屬於做 在台灣怎麼樣發展 我們自己台灣人的力量 這是我們在做的部分 但我聽說你們還要去AIT抗議 有關於核廢料 這個是 以他們 就是我們的同志裡面 有人在建議這麼做 OK 那這個做當然 我是跟他們講 要做這個事情 要先結合這些環保團體 很緩和團體 因為他們會同意這樣子做 就是說台灣現在對於緩和 對於把台灣建立成為非核家園 事實上是有相當強的名譽 大家真的覺得台灣 不會發生這種核災 要他們強行運轉 對 好 阿堅你感謝 感謝你 阿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